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鄧偉傑先生 今次真的要做朱仔老師 今次真的要做老師 朱仔老師 我知道你在韓國教過戲劇 在香港APA也教過 另外自己也有開獨立的班 你教的也很特別 不僅是讀、演、演 因為在法國有讀過Mind 多才多艾 這是香港人的特性 很多把刀沒有刀離 現在嘗試把刀磨回你 好 你告訴我 你剛才說了自己磨你 其實你會客氣 你一向都離開 否則你怎樣做老師 現在就說 我們談談你做老師的 譬如韓國那個 說說在韓國你教什麼 韓國因為 主要我是教 我教過兩間學校 都是兼職的認識 因為他們最主要是全職 沒有位置 我最主要是教演技 在那邊 教一些碩士學生的演技 當然我會引入多些西方的劇本 去跟他們說 在西方的劇本裏面 有什麼要注意 也都因為在過去的五至十年間 整個教育制度有個大的轉變 很多搞藝術的學校 他們開始頒發一個叫做MFA的Degree 這是美式的Degree 其實有一種不太健康的情況 因為如果MFA的話 應該是實際性成份多一點 但一些大學本身 比較學生的基礎 去搞一個實際性的Degree 他們沒有一些硬件去幫助 所以他就很想邀請一些 有專業的經驗的老師 去講一些他們的經驗的事情 帶一些專題去跟一些 在學演技MFA的同學去做一些練習 在我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其實是可惜的 因為課數有限 但想說的話很多 而看到在他這班MFA學生進來的之前 他們沒有一些戲劇的根底 有些真的很少戲劇的根底 但他們的學生基礎是舊的 所以讓他們可以讀到MFA的演技 這件我覺得有一點 不知道怎樣對那些 真是很有心讀演戲的人交代 有時因為落差這麼大的時候 你會很難找到一個平衡去怎樣 我教得你基本的交流也好 還是跟你講Pinta本身的Paw Silence 裏面要做些甚麼好 這件事在教學裏面 很難找一個平衡 所以在韓國的教學工作 我沒有做得很長 做到一年多兩年的時間 反而和朋友開的MIND WORKSHOP 就開了幾次 搞MIND WORKSHOP反而更開心 因為我在那邊搞比較 intensive 譬如說三個weekend 整個weekend都好大家一起做 有一堆學生來 因為我的同學在那邊的默劇也算出名 吸引到一堆學生來做 回香港你也有選擇嗎 回香港就搞了幾次不同類型的workshop 起初是搞Acting和默劇 慢慢就第三次開始搞了Directing 現在又下個禮拜 開始就有三種一切 有MIND的有Acting Acting分了兩班 但有一班開不成 有Directing 平均每次都一班十多人 都算OK 有一些已經跟了很多班 其實是舊生的多 一直跟著讀的多 反而吸引新生 需要多的功夫 香港來報名讀這些課程 通常是甚麼人 分幾類的 一類就是自己有玩業餘 想在這方面再找多些經驗 有一些就是 不太多也都 偶爾有的就是很想讀演藝學院的學生 無論是讀大專也好 讀中學畢業也好 第三類就是做了很久的觀眾 很想看看這是甚麼 朋友也有 最後一類就是做了很多練習 發覺甚麼課程都上 你知道很多做辦公室的 出去上很多不同的課程 日文 法文 甚麼甚麼 紅酒 品嘗都上賣了 這些未試過 我很想來試一下 這一類的人都偶爾都有的 因為你知道現在 政府有個分定是給一些人 去報讀一些課程 你就可以申請一塊錢 有些人都會向這個方面發展 有些人都想我去想一下 這一方面 你不如申請註冊了 你提供這些課程 會多很多學生來 但我想一想 我不想專做這件事 因為那個真是賺食層面 我正在賺政府的錢 去教一些人 那些人可能是來試一下 不想試一下 我每次第一課 我都跟學生說 我不想試一下 我能教你那幾個小時 我真的用了那幾個小時 所以你都不可以試一下我 如果我給了工作 你回去要準備的話 你回去一定要準備回來做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 我要試一下你三個小時很快 就是我不想這樣做 這個責任上面 一定要做得很清楚 如果那群學生群 本身是 大家的內志剛 五梅四海 很不同的 各方面的背景都不同 其實難不難教 當然你自己已經有一個主題出發 譬如之前 大部分主要講喜劇 怎樣去做喜劇 但是因為大家程度那麼不同的時候 我要找給 因為我的班叫實戰班 不是那些什麼劇場遊戲 我很少玩遊戲 一來我扔劇本給他們 跟他們講劇本的事情 真是要做片段 我就要因應他們不同的質素 去給不同的劇本他們 有時候組合都很重要 比如說A很有經驗的 B沒有什麼經驗 有時我會特意把兩個落差這麼大的人 拉在一起 希望A在和B合作的時候 可以幫到B去提升 而A也都明白 怎樣去看自己以前是怎樣 因為有時候很重要的 但有些時候 我們都要把一些 和差不多等級的人 去放在一起 希望他們兩個能夠 從我文本那裡 在文本那裡 把一些火花出來 這個在做老師的時候 最重要做的事情 有時之前你剛剛提過 老師懂得怎樣 提醒你那件事 然後提醒你 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做教學上面來說 我在過去這麼多年 教學的經驗 令自己明白到 這件事是做老師 最重要的一個條件來 不是只是把自己 關掉的東西 照版煮碗 說一次給你們聽 我教密劇也是 我和那些教學密劇的學生 傳統密劇 我說我要教你們 你摸一場mind walk 拉繩 我可以在一堂裡面教你 因為我有口訣 我可以教你 是 但是這件事不重要 當然這個是一個入門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我怎樣可以 令到你的身體 由不協調去到 開始找到協調感 由你沒有什麼創作 慾 開始有創作力 可能沒有那個慾望 但是有那個力 那這個就是 在workshop裡面 盡量希望在六堂至八堂裡面 可以幫到那些學員去做這件事 那 那個迴響就是 你會知道成不成功 就是那些學生 會不會回頭再繼續報你的班 那我都有 基本上一半的學生 都會繼續保持 我接下來有些學生 已經相信了六堂 那你不是要不斷為這班學生 去準備一些新的課程嗎 是嗎 但有時他會來問我 他會來問我 譬如學演技術 尤其是演技術 他會說 這次你會說什麼 我都不知道 我說有可能會這樣 有可能會這樣 但是你要報的話 什麼你都要想的 因為你平時沒有時間去練習 但我盡量可以的話 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項目 譬如今次我再開的演技術 我就會跟他們說 怎樣揣摩的角色 就是 因為之前說了喜劇的 就是general喜劇的表演 再之前可能又說了 就是悲劇怎樣做 再之前可能說 近代的劇本是怎樣做 就是每一次都找一個不同的項目 讓自己有一個衣龜去出發 還有我都跟謝建文一起搞 因為他在Loft那裏比較多空間 會有一個更延遲的課程 我都會有一個結業的表演 讓他們有個機會去表演 因為你不表演 有時候你未必知道自己是怎樣 好啊 你可以做很多事情 讀 演 作用英才 哎呀 都要試想 為香港劇壇繼續努力 我知道是辛苦的 享受的 對 幫我們享受的 笑著去做 很享受的 對 笑之大學 你將笑之大學畢業我們 好 我會的 好 我們笑著說 拜拜 拜拜 拜拜